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專櫃Cushion粉底的測試一天 今天會測試的都是很多朋友請我試的Givenchy Cushion 這個呢 先看看盒子 這個叫做Givenchy Tente Couture Cushion 它有SPF10 蛤? SPF10而已? 我沒有留意 只有10度防曬 有14g 內容是0.49oz 我買的顏色是1號Fresh Porcelain 這個價錢就是460元 沒有補充裝 我前幾天都去Counter看 打算看補充裝多少錢 補充裝多少錢 他說未出 即是未有得賣的 所以我遲些才可以分享他大約的價錢 另外關於他少少資料 首先他是在法國製造的 我看到他的成份列表裡面 都是有香料的成份 都是開封後 12個月要用完 他售賣的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是保濕 有保水 滋養和收穫的功效 可以令肌膚更加緊緻 彭潤的美感 水潤油滑一整天 以及有水亮的妝感 第二是服貼遮瑕 可以撫平肌膚的瑕疵 和均勻膚色 最後就是透亮油膠 他說有一個blur and glow complex 美肌複合物 他說可以提升肌膚的透亮度 幫助肌膚反射周圍的環境光源 令皮膚好像打光的效果 我有的資料就是這麼多 我們先看看包裝 買回來就是一個盒子 打開後有一個cushion 還有一些指示教你怎樣使用的 它就是一個鐵片去取代海綿 可以令粉底更新鮮 沒有那麼容易變質 打開後有一個cushion 沒有補充妝 包裝就是這樣的 黑色 然後有一個Givenchy logo 也是比較簡單 但是黑色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是有一種很... 對,他說是很時常的感覺 打開後有一個鏡子 有一個粉泡 然後就是這樣的 就是有一塊鐵片 不是海綿 我第一次使用 按了很多次 按也不能按出來 然後慢慢按一下就飆了出來 所以大家也要小心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了很多粉底 浪費了 粉底也是這樣的 白色有一個Givenchy logo 我覺得可以普普通通的 上面之前我都曝一曝天氣 今天是... 我現在是29度 相對濕度有79% 對,今天也是有點熱 而且比較潮濕 我們不說那麼多次 上面給大家看看吧 好了,我就已經塗了 看到我的滋滋 還有呢,塗上面的感覺 是有點涼涼的 可能因為在那個鐵片裡 拿些粉底 感覺是挺涼的 滋潤、很水潤的感覺 還有我覺得它潤得來是挺薄的 好了,我現在就塗了在右邊面 我覺得好像比起我膚色深色了一點 還有黃了一點 我不知道在螢幕上看是怎樣 但我在鏡頭看是... 又不是說很大的分別 我都能接受到的 但就算剛剛塗了上面的感覺 也不會太黏 我挺驚喜的 就是這件事 因為你剛剛塗完後 它還沒設定的時候 你都會感覺到它有一點黏的感覺 這個雖然有一點黏手 但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是... 比起很多我試過的Cushion 都是清爽一點的 遮瑕度方面 我覺得它都比Dior優勝的 但也沒有YSL那隻那麼高 但我這些倉的印就不太遮到 撫平毛孔方面 我覺得它不算是最好 我覺得YSL和Dior都做得比它更好 我現在塗上另一邊面給大家看看 主要是想看看這個印是否遮到 是減淡了一點 但就未至於說是遮得了 那現在就嘗試遮到黑眼圈 黑眼圈方面 我覺得都是用遮瑕膏 就好一點了 但如果你說平日就是這樣 就是出去外出 不是說有什麼特別地方要去 都能接受到的 這個遮瑕度 它真的剛剛塗上去那一刻是白的 但你看到這邊它又好像真的氧化了一點 我不知道 真的好像氧化了一點 但是你剛剛上去那一刻 是適合我膚色的 然後就好像有點變黃 妝感方面我自己也挺喜歡 它有一點點很輕微 很低調的亮澤感 但又未至於說是很光澤 很亮的那種效果 但其他位置 除了這些面的中間薄位的位置 其他都是比較滑 而且真的挺滑 我皮膚已經是差的 但摸下去是挺滑 而且現在不會黏手 現在過了大約五分鐘左右 對,很舒服的感覺 不像Dior、Racell那種那麼黏的 所以暫時其實我是挺滿意的 但可能我自己就 怎麼都需要加一點遮瑕膏 在臉上的感覺 都不覺得很厚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自然的一個粉底 是比較薄 不會覺得很黏粒粒 不會覺得很厚粉的感覺 但摸下去都是很清爽 這個我想暫時是我最喜歡的BB Cushion 目前為止 好了 現在時間是12點55分 其實目前為止 我覺得是不需要上碎粉的 我覺得它已經夠滑 和夠爽 不是很黏 但公平起見 我在右邊也會上定妝粉 看看它會不會持久一點 我也是在用跟之前測試Cushion 那種粉餅一樣 看看會不會持久一點 還有朋友說 可不可以展示一下補妝 補完妝會不會好一點 可能我晚一點也試試補一補 某些位置 但我不想半個臉補 否則有些人出去 真的不會補妝 好像我這樣 所以呢 我盡力而為 好了 我再過幾個小時回來做一個更新 好 現在時間是晚上黑的7點22分 即是過了六個半小時左右 暫時來說 感覺上我挺喜歡這款粉底的 因為首先 有上粉和沒有上粉那邊 到現在六個小時 感覺上 沒有太大分別 我又不覺得它特別油 又不覺得它特別黏 亦都不覺得它很厚 亦都沒有想快點下妝的感覺 其實真的 有點像自己的皮膚 這樣 那看下去 現在加上打了燈 都會看起來亮一點 那左邊面 會比起右邊面 再亮一點的 那右邊 我覺得它都保持得不錯 上了定妝粉 不過呢 它就有一點點 極極的 看到是有點乾的 左邊也看到有一點點浮了粉出來 還有 不是很均勻 有一點點一塊塊的浮粉的情況出現 那這件事就 哎呀 令到我沒有那麼喜歡它 因為原本的感覺 我真的 想著 這個應該會是我夏天常用的cushion 遮瑕度方面 都看到它掉了 我想有四五成左右 一些比較淡的紅印都現出來 還有呢 真的有一點點乾到 有一點點脫皮的情況 那我真的不知道 是我自己的皮膚感定是怎樣 但是 我昨晚 那我就會補碎粉 雖然其實我覺得不太需要 但是我 這個比較亮一點的位置 我就上一上 其他位置我不上 因為一來都不太需要 二來它已經乾到脫皮 那 只上在一些比較亮的位置 好了 那我補了這個位置 我覺得都是相差一點的 就是 都不是說很好看 都還是 好像兩折色一樣 一來 還有 都是有一點點一塊塊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補妝的話 可能都是要整面補 但是你補了上去 感覺都是舒服的 那我過了幾個小時 再回來做一個總結 好了 那現在時間就是晚上的 10點07分 就是total過了 現在九個多小時了 其實剛才過去這幾個小時裏面 都覺得它開始有點融融的 而且開始有點潤 還有一些 其實我真的又不覺得是很油的 但是 特別是我意出油的位置 就會滑一些 脫的程度 我覺得它脫得都不太漂亮的 現在過了九個小時 看到我額頭這個位置 我的眉 對上這個位置 有一點浮 鼻翼也有些乾紋 而且也有些浮粉 另外 其他位置 其實我覺得它的遮瑕度 已經沒有什麼 而且真的脫得不均勻 這裡有一條是浮了出來 其實它好像都脫了八成至九成左右 好了 那先回到Jivanshee的好處 第一 就是包裝我覺得挺特別的 而且可以確保粉底是新鮮 好像沒有cushion 不衛生 但是粉撲也是要洗的 第二件事就是遮瑕度是中等的 不會太高 不會好像很假 也不會太低 什麼都遮不了 我都覺得這件事是OK的 第三件事我挺喜歡的 就是它真的挺貼服皮膚的 就算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覺得 它游得來 都是好像自己的皮膚 就不覺得好像塗了一層東西 我都未說很想快點去下妝的衝動 沒有這個衝動 去快點下妝的 那不好處 我覺得它真的相對地乾 而且它也不算太持久 去到剛才是否六個小時左右 其實都看到是一塊塊 還有有乾紋和浮粉的跡象出現 那另外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是貴 它沒有補充裝 都要460元 對 460元 所以這件事大家都要衡量回來 好了 那今天就是這麼多 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你買了的話 都記得留言告訴大家 你的膚質和用後感是怎樣 還有之前有請我拍這個 Cushion的朋友 就記得留言告訴我 你看完會不會想去買 如果不想錯過我接下來更多的測試片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們就下一條片見 拜拜 拜拜